好,那時間差不多,那就請大家入座 好,那入座之前呢,那在工商以下 就是麻煩大家拿出你的手機 然後打開FB 然後去搜尋台灣Linus Colonel Hackers 那麻煩點擊按個讚 還有新竹馬龍呢,也搜尋一下 那也做一個讚 那這個議程呢,是由台灣Linus Colonel Hackers 出辦 還有新竹馬龍出辦 那現在我們就歡迎俊安來為我們介紹N-Stack 那在這邊,請俊安給一個掌聲,謝謝 有聲音嗎 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N-Stack Develop and Validate TCP IP Stacks in Linux User Space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的名字是報俊安 然後這是我的email跟我的github帳號 然後我今年六月剛從成大志工系畢業 然後九月開始會進入教大志工所就讀 那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研討會類型的場合發表演講 所以要是有什麼表現不好或者是可以準備更好的地方 歡迎大家會後來跟我討論 那這是今天的Outline 首先我會先簡單的介紹一下N-Stack 接下來會去介紹N-Stack它的網路環境 跟它的架構 最後會做一個小小的demo 那我會接觸到N-Stack這個專案呢 它的背景是因為我之前大學的時候修了一堂 Joseph老師開的系統類課程的時候 它的期末分組專題 然後那時候我被分到這個主題 所以那個架構大致上是由Joseph老師來做編寫的 他是希望這個N-Stack可以提供給修課的學生去了解 什麼是TCPIPStack 然後也可以針對這個N-Stack去修改它的內容 跟去進行一些跟網路相關的實驗 那什麼是N-Stack呢 我們根據OSI或者是TCPIP的網路模型 大概可以分成大致上的對應成這樣 那我們平常在寫Network Programming 或者是做一些跟網路相關的實作的時候 大致上都是在application層去call一些Socket API 然後就是call了以後 他們就幫我們把這些data傳到接收端 接收端在把東西傳回來以後 我們也只是去buffer裡面去read出來結果而已 我們很少去探討說 除了application層以外 它下面的這些網路分層裡面 它是怎麼運行的 所以N-Stack它除了一樣有提供Socket API 在讓application層可以去呼叫之外 更著重在像是Transport層 Internet層 然後Network Access層這些地方 他們的一些始作 然後是用User-based program 去完成這些行為 像是Transport層裡面 我們都知道會有TCP UDP的一些header 那在這一層裡面 我們就可以在N-Stack裡面看到 它是怎麼樣將application層裡面傳來的資料 加上TCP或UDP的header 然後再往下去傳到Internet 那Internet這一層裡面 它是怎麼樣又去加上去找到 或加上那個IP的位置 然後再往下去傳到最下面這一個Network Link這邊 那Network Link裡面它可能會去找 像是網卡的MAC地址 或者是它會去做一些Ethernet的Handle 所以簡單來說 N-Stack就是在User-based裡面去實作整個Stack 尤其是著重在就是最下面這三層 主要是這個地方 那N-Stack這個有什麼 這個專案有什麼優點呢 我覺得它有兩大優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架構比較精簡 它只有包含最核心的內容 所以它的行數比Linux的TCP IPStack還要少很多 那個Linux跟IPv4相關的程式碼大概有7萬行 然後跟網路相關的可能有數十萬行 那如果你要交一個對網路不慎熟悉的人 去一行一行確實這幾萬幾十萬行的話 可能對他們來說會太困難 所以這時候N-Stack就是一個良好的學習工具 它大概只有四千行左右 然後實際的C code大概就兩千出頭行 那這樣的架構比較精簡 它就比較容易讓你去了解TCP IP的全貌 像譬如說你想要了解TCP的Handshaking 那你就可以在N-Stack裡面找到一段程式碼 它就是把SequentialSequence number加1 然後Assign一個Acknowledgement number 然後再傳回去然後完成Handshaking 然後像是Data的那個Transmission的時候 一定會有做一些像是Tracksum的計算 或者是一些驗證等等 也都可以在N-Stack裡面找到相對應的程式碼 那第二個優點是它是一個users-based program 那當然users-based program它一定是有利有弊 那我們就這邊就先談論它優點的部分 就是很顯然的它比較容易修改跟debug 然後它compile之後也省去了那個 還要在load到kernel之類的這些過程 所以這樣的架構相較來說會比較易於實驗的進行 那N-Stack是要跑在特定的網路架構下面的 那我接下來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我先為各位複習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Network的Namespace NetworkNamespace根據Linux的ManualPage 它就是一個擁有自己的像是路由表 NetworkDevice等等的網路架構 所構成的虛擬網路空間 在很多的網路實驗裡面會用到 那by default的所有的process 都會是run在同一個NetworkNamespace裡面 那第二個是要講的是VirtualEastNetPair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的是NetworkNamespace 那VirtualEastNetPair就是可以用來連接不同的NetworkNamespace 然後並且完成資料的傳送等等的 然後它是成對的出現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被shutdown的話 它就會一起被消失 那我們這裡面有寫一個script 我就用一些示意圖來帶大家看 是怎麼樣一步一步建立起剛剛我所講的環境的 首先這是還沒有執行 還沒有執行任何script的時候 你的電腦或者說你的網路狀態 就可以看到有一個黃色的 defaultNetworkNamespace 然後裡面可能有一些像是loopback 或者是有線無線的實體網卡 那首先第七行的地方 我們先創造出一個叫做test的NetworkNamespace 接著第八行的地方 我們創出一對VirtualEastNetPair 我們分別叫它VirtualEastNet0跟VirtualEastNet1 然後中間有用一個黑色的杠杠 代表它們是一對的 接著分別去設置VirtualEastNet0的Address 跟可以透過VirtualEastNet0抵達的Address 最後將VirtualEastNet1移到test 這個NetworkNamespace裡面 就完成我們前面的設置 那接下來我就跑一下這個script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在跑這個script 之前跟之後網路的狀態改變 那我們先看一下在跑之前 我們有哪些interface 可以看到就是有像是loopback 然後有線無線的網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NetworkNamespace 然後因為我沒有先跑過這個script 然後也沒有先加入任何的NetworkNamespace 所以這一邊它就不會有顯示任何東西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跑這個script 好 然後跑完之後我們一樣來看一下interface這邊 就可以看到它多了一張VirtualEastNet的網卡 然後 NetworkNamespace這邊就多了一個test的 就是test的NetworkNamespace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一個建立在test 這個NetworkNamespace上面的bash 然後在裡面執行看看有哪些interface 就可以看到跟VirtualEastNet領區對應的VirtualEastNet 這樣 那講完了這個建立環境之後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來講執行 那我們剛剛已經建立起大概大致上像這樣的環境 那待會我們default的NetworkNamespace 這邊就會扮演一個類似client的角色 然後test這邊會扮演一個類似server的角色 那等一下server這邊我會開啟一個程式 然後它會listening on這個特定的address跟port 然後default的NetworkNamespace這邊會去開啟那個 會建立連線然後send request過去 然後server這邊會針對他send request去做一些回應 那我先把這個listening的那個拋起來 可以看到一些訊息跑出來 像是ARP的announce 然後它每隔幾秒鐘就會有一個tick跟waiting for receive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用tailnet來建立一個連線 可以看到左邊這邊它就有一些像是new connection 然後TCP state的改變 像它變成listen 然後它完成handshake的時候變成是這個 像這些TCP receive 那我接下來就來開一個程式 然後它有點像是naked的功能 它會把這個左邊這邊它收到的訊息印出來 然後我們在tailnet這邊打一些字串 然後它會顯示在下面這邊這樣 那我的demo跟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大家在這邊有沒有其他想要Q&A的 那大家在這邊有沒有其他想要Q&A的 你剛剛那個dataflow我其實沒有看懂 你開出 所以你當時有兩個那位namespace 然後知道哪一段流過nstack 喔 那個virtuale1這邊是建立在nstack上面這樣子 你有兩個userspace的process 一個開dhe1這樣子 你有兩個userspace的process 然後一個它怎麼連到veth0 它像是 像是用tailnet或者是像nc等等的 這樣去 主要的nstack是建立在test這個networknamespace上面 就是在virtuale1這一段的會是用nstack去處理它的資料流這樣 我寫過vpn的程式 但是我以為你這個資料流我應該看得懂 但我其實不太懂 不好意思 謝謝 好 那謝謝君安 那最後我們再用掌聲來謝謝君安 好 那今天的議程呢 今天是最後一天